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那现在目前有一个重点 我们先讲一个重点 就是有关于FED 这个提前在3月3号降息两码 那代表市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想大家的解读不一样 因为FED的降息 是原本是大家都预知的 只是一般认为是3月17号18号 年准会开会的时候才会降息 那FED的提前降息 这种动作不是不可以但是很少 2008年曾经FED的也是 那说金融风暴 FED的也是提前降息 那FED的为什么要提前降息 就是已经是没办法控制 整个资本市场 美国的股市在前波这样子重挫 道琼工业指数直接跌四五千年下来 那在短时间里面它急速的一个回档 一个修正 那会造成资本市场里面的恐慌 资金的一个流动 股票市场里面的资金迅速跑到了债券市场 或者是跑到了美元或是跑到其他的一些商品的一些投资 所以呢美国股市的一个震荡 它算是整个国际股市里面的补跌 它算是比较慢一点点跌的 那慢慢比较补跌之后呢 如果说没有把它停止它的一个跌市 或者是扩大了恐慌的一个沙盘 那恐怕会没办法控制 所以FED的 它不得不提前来降息 那降息之后 当然在当天降息是在礼拜二 今天是礼拜四 降息的前一天 降息前一天是这个股市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就知道了 降息的前一天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市 来给各位参考你就知道了 例如说降息前一天 这一天就涨了 这一天是降息 这一天是降息前一天 前一天华尔街就已经闻到了一些消息 他们也预估的到 所以在礼拜一这一天 美国股市 包含了道琼工业指数 或者是其他指数都一样 美国的股市它已经是先涨了 那先涨以后 降息当天反而是开高走低 这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它消息已经是走漏掉 已经有人先知道 所以降息以后 在当天反而是利多出境 可是利多出境以后 如果说降息无效 我们看这个图 如果说降息无效 它这一天 礼拜三这一天 它会再开地走低 甚至灌破这个地点 这里是有大量区的 是多单的停损 跟空单的回补大量区 所以这个是有效性的 一个短期的一个参考点 那它昨天 礼拜三开高又走高 那表示说降息是有效的 降息是有效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NASDAQ指数也是一样 它这个科技股也是开高走高 那另外 费成半导体也是开高走高 SPY指数也是开高走高 所以这个代表一个意思 就是说费的 它是跟你玩真的 我个人感觉 因为费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央行 它有一个领导 一个作用 美国降息之后 全世界各国的央行 纷纷就有条件降息 纷纷就有条件降息 因为美国的这个整个景气 或者美国的一些经济数字 它都是领先指标 几乎都是大家参考它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费的降息 无效 假设这一次 当然我讲的不是说指数 它这个跟基本面无关 如果是以基本面来讲 这个没什么好谈的 因为这个基本面 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订单的地缘效果 或者是有些地方没办法开工 它一定会影响到出货 那整个基本面 它当然会降 那保证会降的 那下半年能不能拉货起来 我们不知道 可是现在目前来讲 上半年一定是 比较不理想的 如果是以各别公司的 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 那是不值得买进 但是股票市场 不是只有基本面 股票市场 常常是上涨靠钱堆 要有钱 下得一靠风吹 如果没有钱 那张股票不会涨 如果没有资金进来 那张股票再怎么好 它也是摆在那边摆到烂 所以我常常重视这个问题就是 你一定要有钱进来 它才会涨 那如果说它今天要跌下去 一样靠消息面 靠风吹 或者是有人把股票丢下去 丢掉了 它就一定会跌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 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时候 很多的股票 好股票 你认为手中的好股票 它也是莫名其妙跟着跌 大盘跌它就跟着跌 为什么 这跟基本面无关 它是完全是系统性的风险 那现在费的降息之后 如果无效 如果它起不了作用 它没有办法救市 救不起来 那它一定有工具 它3月17、18还会再降息 那如果还是无效 费的它有更多的法宝 例如像QE货币宽松 或者是扩大资产负债料 它有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财务政策 跟货币政策来救市 所以我讲 我为什么一开始 就跟各位讲这个 因为市场每一天都在变 我们的心态要马上变 随时在改变 不能一成不变 那今天如果是 其他的国家来降息 或者是调降存款准备率 我想那个根本不是很重要 因为美国股市 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那费的它就是要跟你 完整的 它就要让你上去 但是股票 它已经是用一只手 来干预这个资本市场 那这个是真的 那所以我们不能假装没看到 所以我们的观念就要改变 改变的话就是美国股市会不会涨 保证会涨 那美国股市会涨 我们看一下 我们引到这个指数来看 美国股市会涨 会不会不一定反转上去 我认为机会不大 这个是有些破线破价 受到重伤害 但是你要马上不一定反转出去 我认为机会不大 但是它上去之后 下来以后 也不容易再破底 也就是说在第一波里面反弹 它到了下降的十字均线 这边十字均线 这边是季线 这边是月线 那到十字均线 它会先跌升之后 破线破价 跌升之后到十字均线 它会再压下来 这是理所当然 可是它其实也压不下来 它压下以后 昨天马上站上去 那站上去以后 它目的其实它就是有意识 来挑战月线 或者半年线 那其实这个是季线 其实如果说压下来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我个人是觉得说 比较好的情况是 最好压下来 所以最好礼拜四 礼拜五 美国股市能够跌一些 因为这样比较好 因为你让它整个市场的 符合来去化掉 对未来来讲它比较好 那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你看台北股市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加成指数 今天是还不错 那是因为反映美国股市 连续两天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那我们看台北股市 今天算是 已经有跟上脚步了 因为它前两天的反弹 今天礼拜四 前两天的反弹 它是量低的 这很正常 这没有人敢追 因为这很正常 大量去在这里 跟美国股市 一样大量去在这里 那我们反弹两天以后 今天礼拜四 它反弹过了下降十字均线 所以它一样 第一波反弹到下降十字均线 强一点的话 到下降月线 那像这种反弹 一定是这种全职股带头 对 全职股带头 台积电首先挑战成功 台积电成功以后 像这种全职股 一定也会跟班的 你看这种像 譬如说像日夜光 这种它是属于台积电的伙伴 或者是这样的全职股 外资会补 一定会补的 这种全职股 外资保证会补 甚至连这种股票 2308的台达电 都会补 甚至连这种股票都要补 这股票虽然是没什么赚钱 很多人就当然 如果是基本面的话 这个不会涨 但是问题是 它是全职 它必须要补 外资必须要补回来 反而这种股本比较小的股票 反而跑来还比较凶悍 那像这种股票 外资也一定会补回来 这种一定会补 这些全职股 它会补 我给各位看一下就好了 或者是像这个 智邦也是一样 它会补 或者是像这种 友达它也必补 一定会补 那现在它补的比较慢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们看这里 因为我跟你讲 股票市场 总共1723档 台湾50档有50档 中型100档有100档 外资在补 补股票 它一定是补 50档 补完以后补100档 但是50档不是全部都买 它不是全部都给你买 它是有的先买 有的比较慢一点买 不是说一次50档就全部买 但是它有一个工具就是 它也可以直接买台湾50档 这个台湾50 这个叫台湾50档 那台湾50档它买这个也可以 因为买这一档 股票买一张 就等于是买了50档股票 50档都各买一张的意思 就是用这个投资组合下去算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你会问我说老师 那现在我要买什么股票 其实我一向主张 买股票要买最强的 买创新高买最强的 也就是最高的意思 可是如果用这样方式来讲 投资票比较不见得能够接受 因为很多人他你也不是个性也不是鹰派 例如像现在很多的股票一直创新高 例如说我们看一下 像这种股票一直创新高 那你昨天没有追 今天就还是就没有 但是你如果认为说会涨 你就要用追的 因为昨天你过了高点你就要吹 你说不能追高 昨天追涨前板 今天还赚钱 或者是这张股票也是上来 它也是一样 过了这个高点 而且重新鎖马 过了这个高点以后 礼拜四过高点以后 你不追 你不追 他没有这个地方一定让你买的 那你在这个地方买 他还没有完全转强 这个都是讲过去 我跟各位讲 讲过去什么时候买是马后炮 或者是每一天都在低阶股票的 那也都是马后炮 因为每天低阶的话 你借100次才会借到最低点 那我们买股票的目的 不是说看前面涨了多少 我们是看今天买 马上要赚钱 马上会涨 而不是计较昨天有没有涨 那个没有不重要 因为你今天买就是为了明天 为了今天 你不是为了昨天 昨天涨多少不重要 重要是今天会不会涨 你买的会涨比较重要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 比如说我们回到友达 你看这个还没涨 但是外资会补 那因为外资先在补别的股票 例如说一样是全职股 友达是全职股 旺宏也是全职股 对不对 外资 法人 所谓法人 他不代表只是外资 他也有投信 对不对 也有自营商 那这样的 这样这种股票 他也一样大跌之后 本来需求就增加 本来他们会涨 本来他们的这个价格 就一直现在目前 也在酝酿涨价当中 那这样像这个是比较补的比较快的 比较早的 旺宏这个补的比较早 那这个比较比较慢 但是这个会补 所以像这个机器就比较低 因为他短时间来讲 按照这里上来以后 他还比较没有大涨 对不对 他还比较没有大涨上来 这个就涨得比较多一点点 其实这两档股票都不是很强势 我只是给各位做一个观念 那像这种股票 一样这是全职股 他涨得比较快 就是外资 外资在补这一档股票比较快 但是我讲的这些股票 其实都是一样 观念都是跟台积电一样 他补了台积电 他就会补鸿海 鸿海是第二大全职 就一定会补前十大 这保证会补的 那就会补这个 补这个大力光 那为什么他们要补 因为美国涨了 美国如果跌 他们不会补货 他们会卖 所以你看他昨天礼拜三 外资不是开始买超了吗 因为美国连续涨了好几天之后 外资不得不回补 前面的一个卖超 那是正常 因为美国在跌 一定要卖的 不能讨价还价 这保证的 但是我昨天讲了 光股他就要逆势做 那你就硬拗 他钱多 拗到最后涨起来 他就过过关 那如果拗不过去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肺的降息 不晓得要套多久 我跟各位讲 所以外资的操作 还是正确的 因为他是追高杀低的 本来就要做得重 那你要涨的时候 全职要补货 跌的时候要降低全职 这样才可以保护自己 这样才可以保护自己 不然做股票怎么做 涨的时候就要买 跌的时候就要卖 不然跌的时候 你要让他跌多少 那如果跌五千点 你都不要卖 那基本很好 绕回涨买点 要是快一点 没有这种东西的 法人的操作一定是按照我讲的这样做 因为我们是法人 这个是学过的东西 这个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我的讲法 是因为你不懂操作 你看台北股市 现在上来之后 你说会不会 你说他会不会直接就 V型反转上去 保证不会 保证不会 你说这个是不是完成了双底之后 他是不是就直接V型反转 我说W底出去 也不一定 我不敢这样讲 但是我是绝对有 跟你讲 绝对有比较有可能性的做法 就是反复的足底 就上去之后下来 上去之后可能还会再下来 那因为月线的扣底值扣底比较高 那时日线的扣底值还是比较高 所以一直要到下个礼拜以后 下半周以后 下礼拜的下半周 我时间点先跟各位做一个讨论 就是现在目前今天礼拜四 或者是明天礼拜五 或是下礼拜的上半周 如果持续性的反弹 你可以先做减码 不要一直加码上去 那种什么叫减码 就是说投资本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在过年前也没有卖 在11854点也都没有卖 通通没卖 你应该要卖 你反弹上去利用这个机会 到时日线到月线之间你要卖 所谓卖的意思不是说100张卖 卖100张 你可能要100张卖个50张 或者是100张卖个30张 或者是你比较积极 100张卖个70张 你等到回撤以后再来买 回头再来买 卖100张以后买回120张 或是卖100张以后买回150张 而不是通通都不要动 长期投资 这种观念是错的 这种观念是错的 因为我们在操作 我没有在跟你讲长期投资的 如果你要长期投资 你就不用看我节目了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长期投资有时候投资股票会下市 最后会下市 如果你碰到空投市场 今天这一次只有跌1000点下来 如果跌2000点3000点 那我叫你长期投资 不是在害你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 就是说 以指数来看 以指数来看是这样的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 例如说 我昨天也讲到 那我们看一下OTC OTC也要讲一下 就是它是属于这个 我们看一下自旋股 OTC指数 相对大盘 最近有比较强一点 因为大盘在这一波有下跌 有破低 这里没有破低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跟这两股票有关系 这是最大全值 OTC的最大全值 就是这两股票 那这些都是 这些股票比较强势 强过于上市的股票 平均值有关系 或者是文贸也是一样 它也是非常重大的 一个OTC的全值股 那OTC股票来看 我们看一下OTC 它现在目前比较强 表示内支的力量比较大 内支是比较愿意买股票的 我们看得很清楚 它比较强 未来也是一样 还是要先整理 那我再给各位复习一下 这个是 这两天我讲过的股票 你比如说台信电 就不用讲了 那我们讲一下 这个华星科 我昨天不是要讲华星科吗 像这种股票 你可以缓处理 我现在要讲的股票 你要追最强的 不是在追到 我跟你讲 你说你昨天涨 昨天不是涨 大盘涨 今天也涨 那如果你看到的一档股票 昨天也跌 今天也跌 那你作何感想 你要买这种股票吗 应该不要 你要买昨天涨 今天涨的股票 因为买股票就是为了涨 不是买来 让它套牢 那你说今天大盘这么强 就涨这样 涨这样 你说没有问题吗 那是不是说涨价 基本面很好 没有人跟你谈这个东西 不要那么弱了 不要一直讲基本面 股票市场就是涨涨跌跌 台积电基本面最好 大力光最好 它怎么会有涨有跌 那这样表示说股票都不要卖了 那对于讲基本面就不要卖了 台积电最好 怎么会跌 怎么会从346块跌到308块 它就不应该跌 所以它为什么不能跌 它基本面有改善 我知道 报价有上涨回错 问题是被出货了 你要让它调整 就像之前 它也是一样 从1000多块跌到203 它也是又涨这个一两倍上来 股票就是这样子上上下下 在调整 那这种股票 跟这种股票 别人在涨 它涨成这样子 那它不是头部吗 不知道是什么 它不是吗 它就是因为还没有调整结束 所以你不要太早切入这种股票 都一样 那支出基本面的问题 完全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完全是筹码面跟技术面的问题 因为法人他资金有限 他不可能说要去买台积电 买鸿海 然后也买国际 也买华行客 不可能 因为他有时候要买这个 卖这个 买那个卖这个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有些股票 你就不要再追了 像这种股票 也可能会 原相 也可能被出货 像这种股票 你就缓处理 缓处理 等下跌量收的时候 再来买 这比较好 那能够买的股票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提供给各位参考 你也许这个可以参考 这个是比较低基期的 或者是这个可以参考 了解我意思吗 这些股票你可以参考 但是这种股票比较稳定 它没有那么激烈 它变动幅度没有那么激烈 如果你要更加的标的股票 你应该要追 那能够追的股票一大堆 你自己去涨 就是最好是能够 我跟各位讲 有一些人 他们专门在买快涨停 或是涨停板 可是我想你也不一定敢 就是你要过薪高 你就买 过薪高你就买 这种股票是最强悍的 可是这种股票 当然就是风险 你要追求高报酬 但是高风险 这是个人的个性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讲 就是这个大盘 目前来讲 它是一个形态上的调整 那反弹的时候 我们先看时日新线已经到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压线会压制 所以这个礼拜 礼拜四礼拜五 你如果持股比较多的 你先减买 那如果没有的 持股少的 或是甚至没有的 你当然买股票 当然买 这反弹为什么不买呢 那大盘来讲 不会微行反转 它会反复的一个阻底 震荡阻底 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底部出来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讲 就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一个报告先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拜拜